就是大熊就讲说 我想了很多 如果静香跟我这种男生结婚的话 他会辛苦一辈子的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之日文情境小剧场 我是关豪 我是丽萍 每个星期一三五晚上九点半 我们夫妻准时陪你 纯聊天 耶 今天 快过年了耶 对啊真的 明天就是除夕 对 那你想要干嘛 过年的时候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也只能待在家里 你不会出去玩 现在好像桃园比较安全一些些 对可是也不敢跑太远 而且其实到外面也是人挤人 我觉得那个旅游品质也没有很好 所以你过年的时候 就是不主张出去玩那一种人 但是我也想去看电影 对真的 有一部电影我是一定要看的 什么片 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电影的续集 对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电影就是小叮当 我讲了一个历史名词 哆啦A梦 对 哆啦A梦的Stand By Me Stand By Me的第一集的续集嘛 我想要看的是续集 在电影院看 那就是今天要分享这部 Stand By Me是他的第一集电影版的 就是小叮当 哆啦A梦的第一部的3D动画 对 所以我一开始看到那个画风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不习惯 我也是 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在看的时候不都是一些什么 就是2D的嘛 很平面的 然后突然那些角色都变成像那个麻糬一样 Q嫩Q弹的 而且长得有点不一样 对啊 像那个镜香的样子啊 还有什么 大家都不一样 全部都不一样 就是 就还蛮不习惯的 可是后来看了电影之后 就是Stand By Me的第一集的时候啊 我整个爱上 然后 就觉得 好可爱哦 其实我觉得 那个3D版 它会有不同的感觉 因为它会有很多 很适合3D才有的 那个场面调度 比方说飞行 对 到未来世界的那个场面 那个什么 搭乘时光机的时候 那个时光隧道的时候 对啊对啊 好真的 我想要先聊一下 就是这个 Doraemon啊 在你我 在所有人的童年时光里面 办一个怎么样的角色 哦超重要的 真的好好看哦 我可以说是看那个长大 我也是啊 真的 我跟我哥都是 真的 就是以前还不是叫Doraemon 还没有证明的时候 就是叫做 小叮当 对 叫做机器猫小叮当 然后那时候 还没有正式授权嘛 所以大家看到的录影带啊 或是一些漫画 全部都是盗版的 哦 可是就珍藏的 对如果大家有在玩那个PTT的话 应该知道 Doraemon这个人 嗯 他就是把Doraemon当作一个论文在写 就是在研究的 比方说 Doraemon在作品里面吃过几个 超扯 吃过几个什么通肉烧啊 或者是 呃什么 怎么还有什么 呃反正就是很厉害 就大熊考了几次领课 对他就是可以巨细迷的 就直接讲说他是在哪里画的时候 出现过这个情节什么的 嗯 然后所以大家就封他为多拉王 因为应该没有人比他更专业这样子 对 他就是有一整面墙的都是漫画 都是那个哆来梦的漫画 然后其中也包含了那个 以前早期的盗版的机器猫小叮当 嗯 嗯 对啊 然后 我也有几本 嗯 真的吼 我也有 一些小时候也有 一本十块之类的 嗯 然后我看他的那个专访啊 就是他说 他就是执迷漫画 就是呃 他的太太啊 曾经送过他一个 就是哆来梦的手表 嗯 他就不喜欢 他 我觉得大人 成人戴那个手表 有点奇怪 诶 可是有些人会想说 我喜欢这个漫画 我喜欢他的所有周边 比方说公仔 其他的一些有的美的这样子 他不是 他就是只喜欢漫画而已 还好是这样 诶我也是啊 其实我 像比如说我喜欢迪士尼嘛 诶 我也是很喜欢电影本身 哦 对 可是后来我慢慢觉得 他的艺术也很棒 所以我就收藏很多艺术书 非常可怕 真的 然后因为我也很喜欢小叮当 所以我也有 他一半的漫画 因为 呃 他以前有出过那种单型本嘛 就是正式授权之后的 嘿嘿 然后他总共有五十几集 然后我买到二十三集 然后后来就 那一套单型本就 就停卖了 然后就变成是那种 比较合定本的 比较大本的 然后我就因为我不知道 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骗钱吧 然后我就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说 我现在买到二十三集 是要从大本的哪一集 开始继续买 所以我就停卖了 诶我觉得搞不好 会有人做这个研究啊 搞不好多老王知道 其实只要给我翻一翻 我就知道 可是书店又不能打开来翻 然后我就想算了啦 如果你去翻的话 就会有那个 拿着鸡毛胆子来打扫的 那个书店老板把你赶走 诶我跟你讲哦 这个电影的魅力是怎么样大 你知道吗 以前小时候我跟我哥就是 那时候只有录影带出租点 你知道录影带 而且是没有DVD 没有什么的 就是只有录影带嘛 然后有一些录影带 他就是没有写很清楚 就是他是日文发音 或者中文发音的 然后我们就是要碰运气 我们就看到架上面有的 我们就租回家 然后我们一开始都很紧张 因为他一开始是有一个 小青蛙的一个形状 小青蛙 他的片头是一个青蛙 好像一个机器青蛙的样子 然后我们都很紧张 因为他之后他下一句话 就是会讲中文或日文 然后就是若是日文 但是我们还是照看 一定要看啊 不然怎么办 对啊 其实也大概 也可以猜出那个是怎么样 就是因为通常都是 通常你会发现 他以前的电影 蛮会有一个特色哦 就是几乎每一次 就是他的开场都是 不管前面演的什么 就是大雄怎样怎样 反正他最后要进歌以前 进片头曲以前 我知道 大雄会大叫一声 多赖梦 对 然后才会进到那个主题歌嘛 然后才会进到这整个 电影 对的正式的故事里面 对 像一个仪式开场这样子 对耶 其实后来的电影也是这样子啊 对 你以前有没有看过哪些大长片 你最喜欢哪一部 我以前 我其实比较喜欢旧版的大长片 在漫画问世的时候 我就迷到不行 对 就是像什么大雄与恐龙啊 还有什么 还有大雄的宇宙开拓时 嗯 还有我最喜欢就是那个 非洲历险 那个 哦 我真的是喜欢到爆 然后那时候电影版 他就是有重新翻拍嘛 嗯 我跟你有去看对不对 对 那时候我们整个包场 因为就是没有人要看那个 哎 我真的 我从这一部开始 就是新版的这一部 我才对新版电影改观 哦 因为其实有一阵子 他出的新版电影我觉得很难看 嘿嘿嘿嘿 因为我觉得他的角色设定 有点跑掉 哦 像有一些太缩教啊 对 或有一些就是 大雄变得太过英勇 或者是 就是 就是胖壶变得太过温柔 什么的 对对对 反正就是我觉得就 这不是小叮当啊 然后 像有一部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叫绿巨人 哦我知道啊 那个是在我们在过年的时候 我跟我哥一起看 然后呢 就是长大之后 一起看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难看 很难看 对 他有一些很失败 嗯哼 但是有些 就是 只要是重拍旧的 几乎都会很成功 因为我觉得 那个是 腾子博尔熊时代 他画的很成功 我觉得很佩服他的创意 我跟你讲 我最喜欢的一部 你应该知道我是什么 我知道啊 就是那个龙骑士 哦龙骑士超好看 龙骑士非常特别 因为他就是第一次 以小夫为主角 哦对对对 对对对 好等一下 我要先就是 慢慢的说日文了 不然话等一下会来不及 好 哆啦A梦就是 哆啦A梦 你这个不用教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会叫哆啦A梦 嘿我现在要讲一下 就是那个腾子博尔熊 一开始在 创造这个角色的时候 他是用两个东西 两个就是 物件把它合起来的 他在设计 他的外星的时候 一个就是布导翁 就是圆乎乎的那一种 哦 布导翁是 然后另外一个是野猫 野猫的日文是 然后呢就有人讲说 哎那这样的话 就是 它就是来自 就是野猫 这个字的 这两个字 再加上 就是 卫门 这两个字 卫门 它是在江湖时代的 一个指称 它就是一种 负责守卫城门 或者是将军府的 那种卫兵 这样子 那后来有另外一说 因为 哆啦A梦最喜欢吃的就是 通螺哨 通螺哨的日文是 哆啦焼 然后 哆啦加上 A梦 就变成了 哆啦A梦 所以各位可以去观察一下 哆啦A梦 如果你会日文的话 哆啦 是 片假名 A梦 是 平假名 把它合在一起的 哦 对 好 所以哆啦A梦你知道了吗 那接下来 它的好朋友就是 大雄 大雄的日文叫做 Nobi Nobita 就是 野比生泰 Nobi就是野比 Nobita 它就是只有写那个 Nobi加上泰这个字 那 有些 这个早期的漫画 会把它翻译成 野比生泰 生就是那个 Nobi Nobimasu的那个字 对 然后 早期的漫画 我们都把它翻译成 夜大雄嘛 就帮它管一个姓氏 为什么是野 我也不知道 好 对 那就是 因为这个 如果说叫大雄 叫做生泰 好像很奇怪 生泰 好像是什么 纪录片的感觉 生 生出来的生 生手的生 对 生就是 那个人字边 那个生 那早期翻译成 那个 夜大雄 哦 我说一下 你知道夜大雄 是什么星座的吗 我知道 什么 你怎么知道 没有 我跟妳讲 因为我很喜欢小铃铛 所以我就买它的那个 大事典 等一下 你手边拿的是什么东西 你好像有很多的参考文献 你在做论文是不是 对 这个是我之前就买的 我觉得超疗愈的 这个 你知道这个功能是什么吗 这种书就是带 去上厕所的时候 很棒 就是你拿这个是 哆啦e môn大事典 我跟你讲 我说这句话 就没有人想跟我借这本书 因为他知道 我都在上厕所的时候看 你知道 这个书啊 就是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 很适合在大便的时候看 你知道吗 是因为它一篇一篇的 它不会让你就是 有一种要长篇 然后会一直 一直连续下去 必须要一直看 可是我觉得 你都还是看到结束才会出来 然后 然后这个大事典 它就是根据每个角色 然后就 就发一些很好玩的问题 譬如我随便讲一个 譬如说 有一个秘密 五十四 就是 胖虎的歌声 究竟有多恐怖呢 等一下讲胖虎说 在讲这个啦 没有没有 我是随便 随便翻一页这样子 好那 你说大雄的吗 我来看大雄 你想要知道大雄 我跟你讲 大雄有哪些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的午睡时间 非常的快 对不对 他可以马上入睡 对 他那个时间短到什么程度 0.93秒 为什么你知道这种事情 你知道是怎样吗 他那一话超好想 他就是 把那个枕头这样抛出来 然后在空中 在空中 就是只能落地一圈 就睡着了 那一幕真的太好笑 他把那个枕头丢到空中 然后在那个枕头还未落地的时候 就睡着 然后睡着之后 就直接安放在 他的头就安放在那个枕头上 对 好 我现在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知道 取名叫大雄 你知道吗 因为呢 就是爸爸说 希望就是他可以长得 又大又熊状 这个是中文的翻译啦 诺比达应该就是 只能说希望可以长高啊 就是 哦对对对 然后 大雄的特殊专长 你还记得是什么 番花神 还有这个射击 就是用手枪射击 对不对 哦对对对 的确他这个真的还蛮强 还有就是 走到路上 就是一定会掉到水沟里面 还有被野狗追啊 那哪是专长 然后 怕我看到他就想要欺负他 对啊你看这个 就是有一 我看到了 大雄可说是 睡觉天才的快速动作 让我们用慢动作看一次 他 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0.93秒 应该是世界的清记录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 为什么叫0.93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作者 他很混哦 他就是所有东西 很多东西都是0.93 比如说小叮当的生日是9月3号 然后他的身高是129.3公分 129其实就是 因为是2112年出生嘛 就12然后9.3公分 哦原来如此 他的体重也是啊 129.3公斤 对反正是什么都是 就是跟9.3很像 其实他这个 会定那个小叮当为这个身高 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那个是1970年代 就是日本的小学 四年级的学生的平均身高 哦对 因为他们叶大雄他们那时候是 Nomida他们是那个四年级生嘛 我后来 永远的四年级 对我还后来还去查了 就是现在的日本的 小四的男生和女生的平均身高 真的是远远大于这个129.3 多少 就是大概130几到140几之间 女生会稍微高一些些 变更好了 对啊 哎可是你刚刚这样一整个离题耶 我刚刚说 大雄什么星座 狮子座 哎你觉得他像狮子座吗 很像啊 怎样像 就是他很很爱面子吧 就是比如说常常被欺负之后 就跑回家说 Doraemon帮我 帮我拿出一个可以用 那个意大利面 用鼻子吃意大利面的东西 就是狮子座才会在意这么多 就是很 哦他想要在大家面前 都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 对 哦 那你知道 他获得很痛苦 那Doraemon什么星座 哦 Doraemon是处女座 哦 怎样 他怎样处女座 处女座就是 呃 就是还蛮怎么说 蛮爱干净啊 蛮意识不懂 他有爱干净吗 他里面没有特别提这个啊 哦不一定是爱干净 他是比较要求 就是很多时候 他就是很 算是 就是一板一眼吧 嗯哼 对就是 怎么样要 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 他 有很多的规定这样子 对可是 因为Doraemon 他也是保姆型的机器人嘛 所以他 这样子的星座 可能应该是一定要的嘛 他有一些细节 是一丝不苟的 对啊 对啊 对 好 那大雄喜欢谁 大雄喜欢静香 对 静香以前早期翻译叫做 宜静 哦 对 那就是 静香的这个日文 就是西子卡 西子卡这个女生呢 他有很多特点嘛 对 刚刚说 他很喜欢吃地瓜 喜欢泡澡 一天要洗三次 对不对 对 然后他有一个 就是常才 就是 拉出很难听的小提琴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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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他这本书也有写 超好笑 那个好好笑哦 他说 玫瑰都要有刺 所以 静香其实很美丽 可是他也有弱点 嗯 弱点就是 拉小提琴 拉得很难听 对 然后他说 堪比 那个胖虎的恐怖歌声 对 就是你不是说过吗 嗯 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 邻居才会 对 哈哈哈哈 邻居的脾气变超坏 然后那本 这本书写得很好笑 他就是说就是 呃 一开始 静香他拉人 并没有那么难听 但是后来就越来越难听 然后最后一句话就是 静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哈哈哈哈哈哈 诶 这样子的静香 到底是什么星座的呢 你猜 我觉得他应该是 属于那种 很喜欢照顾别人 因为他就是 放心不下大雄啊 嗯 是土象星座的吧 嗯 是吗 对 是什么 金牛座 哦 果然是另外一个土象 金牛座对于美很有感知 嗯 所以他是会很喜欢 呃就是泡澡啊 然后就是 比较美的东西 花 哎他养的 他养的好像是金丝雀吧 我记得 对对对对对 有一次就是金丝雀还跑不见什么的 对对对 嗯哼 那其实呃 静香他其实是在里面算是一个 呃就是小叮当这部作品里面算是比较完美典型 就是那种大家以前小时候 梦中行人 对会一会想要追求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就有点像是那个呃就是那一年我们一起追女孩的那个沈嘉宜的角色这样子 哦原来真的是 对对没错 那就是在这个哆来梦这一个剧里面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胖虎嘛 嗯 他算是这一个小社会里面的二势力的代表 对对 那胖虎他其实原本的名字叫做钢田舞 嗯 钢田舞叫做ゴータタケシ 好这个男生 那为什么会早期被翻译成继安 是因为他的绰号叫做迦然 迦然就是那个杰安特 那个字 就是那个 就是巨人的意思 哦 对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早期被翻译成继安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胖虎耶 为什么是胖虎啊 因为他很胖吧 我不晓得 对那就是胖虎的星座是 双子座 什么 为什么啊 嗯 其实双子座的个性其实还蛮算是 嗯 他其实蛮喜欢交朋友的 然后就是 他的一句口头传就是我最亲爱的朋友啊 其实他很有正义感哦 就是胖虎很有正义感 就是他 他如果想要保护弱小的时候 他就是会 一定要保护 哦 对就是一定要 但是他有时候他要保护弱小 也是会有点强势 就譬如说 大雄 我从今以后我要来保护你 蛤 有谁欺负你 赶快跟我说 他有这样过哦 有啊有啊 然后后来就是 他就一直跟在大雄的后面 然后大雄就是 他就 他就有点生气 就是胖虎有点生气说 怎么都没有人欺负你呢 都是你啊 欺负的人就是你啊 对啊 大雄说 因为都只有你 然后这个时候很好笑 就是小 那个小夫啊 他就是 就是 那个胖虎就是丢石头给小夫 然后 然后就是 胖虎就说 是大雄丢的 然后后来就是小夫就过去 把人家打大雄 然后后来 那个小夫他有那个神奇的那个 就是本能的感知力 动物一般的感知力 就觉得 不能打下去 一定有不好的事发生 然后他就决定不要打这样子 OK 好 那就是胖虎旁边有个小跟班嘛 就是小夫 对 小夫早期的艺名叫做阿福 对 那这个阿福他以前就是叫做 他其实真正的名字叫做 古川禁夫 他日文是 骨河 Cinnel就是禁夫 那个禁是指 那个小腿禁骨 那个禁 左边是一个肉部 右边是一个 筋骨的筋 右边这样子 那所以 早期有些翻译 变成什么 小夫啊 或是古川小夫 古川禁夫 那因为可能很难 这个字很难 就是叫做小夫这样子 他是什么星座 小夫哦 还蛮让人意外的 他是双鱼座 双鱼座什么个性啊 双鱼座就是 他有 就是 适应力很强 然后 就是 他是很浪漫 很多情 但是 就是好的一面 但是坏的一面 就是他可能就是会很 就是常常会有点 情感泛滥 然后就是 在某些时候很执迷不顾 对他好像蛮喜欢哭的 对 他很妈饱 他很常就是说 妈妈 这样子啊 可是我很受不了 小夫一件事 什么事 就是他很喜欢 用抱怨的方式来炫耀 就是哦 我今天又每天都吃牛排 什么的 我表哥又送我什么东西 好烦哦 这样子 我最近又去什么冰岛 看起光 还有一句 我妈还给我太多利用钱了 哦 真的气死了啦 之类的 他真的算是我 就是说了小迪娜的角色里面 就是这部作品里面的角色里面 我最讨厌的 最讨厌对不对 对 那我觉得 小夫跟胖虎这两个人啊 他们常常在一起嘛 然后我真的觉得 他们真的是一整个社会的缩影 对啊 再加上大雄 你看就是胖虎是个大恶霸 然后就是专门欺负弱小 就是大雄 然后旁边就会 就是他的那个什么 胖虎的旁边 就会有一个小跟班 小龙龙 对 然后就专门就这边 这边就是讲一些风凉话 欺负人家 他蛮狐假虎 对对对对 就这种感觉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胖虎 对我来说是一个 很重要的存在 每个角色都很重要 对啦 对 那多年前我们就是 跟罗莉三个人 有一起去东京玩嘛 那时候我们就 排了一个景点 就是腾子不乐熊博物馆 嗯 然后在那个纪念品区啊 我有一个东西 我真的是 现在想起来 我就很后悔没有买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 我真的好喜欢 可是因为那时候 我想说 不要买那个 买一个杯子就好了 我就买了一个 哆啦梦的杯子这样 然后就是 事隔多年 我到现在还是对他 魂牵梦赢的 好 你就讲一下 这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碗 嗯 然后白色碗 它的底部就是有印刷 印刷一个 胖虎的那个 就是做菜 然后就手上端着 他自己做料理的 一个画面 嗯 然后旁边有一个泡泡 写的他自己 讲的一句话 就是 就是怎么样呢 好 好吃还是美味 哪一个 哈哈哈哈 而且是要喝 就是那个 用那个碗 喝到最后 才会看到这个 对对对 然后就是一定要 他回答一个 是好吃或美味 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画面实在太好笑 就是很像 就是太像胖虎会讲的一句话了 嗯 然后我就觉得好好笑 就跟你讲嘛 那可是我终究没有买那一个碗 这样子 嗯 到现在还在想它 哈哈哈哈 然后因为我觉得 这个很好笑 我就跑去查了一下 就是相关的 这个漫画 嗯 我才知道 其实它是有个后续的 嗯 就是有一天 就是胖虎 他就是做了一道菜 因为他很喜欢 就是叫别人 就是去硬要别人 就是听他唱歌啊 或是吃什么 他做的东西啊 他就是有一天 做了一道菜 叫做 叫做胖虎炖菜 然后呢 一定很可怕 对 会不会闻到那个 很恶心的味道 就是有什么东西 就混在一起这样子 然后就叫大家吃嘛 然后后来 他就是叫小夫 一定要吃 嗯 然后呢 就是小夫吃了一口 一定觉得很难吃啊 就是露出很难吃的表情 然后就胖虎就说 怎么样 到底好吃还是美味 哪一个 然后呢 就是小夫讲了一句话 我真的觉得太经典了 嗯 真的 他叫做 すごい 就是他不回答 好吃或美味 就说厉害 可是 然后那个 完全瞄懂 他 你不觉得他很聪明吗 因为日文里面的sgoy 他除了有我们一般认知的 厉害之外 他还有另外一个负面的意思 比方说 すごい 就是这个车塞的很严重啊 すごい 这语事也太大了吧 他其实也是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说 这个程度太过了 太高了 太难吃了 我们中文也有啊 厉害 我们也可以说 哦 好厉害哦 或者是像那个什么 时尚玩家 如果说去吃了一个店家 如果说自然不觉得好吃 他会说 好特别哦 哦对 很妙哦 很妙的味道 我没有吃过这种味道 之类的 然后我就觉得 小夫他真的是非常聪明 他懂得在这个小社会里面 生存 所以他是双鱼座妹 双鱼座很吃音力很强 原来是这样子 对啊 OK 很会阿鱼奉承 对 那这个大雄 回到大雄好了 就是他虽然说是本 本剧的主角 这个作品的主角啊 他有一个强敌 对 就是出木山英才 讲那谁知道 小山 王聪明 对 早期英名就是王聪明嘛 他真的很聪明 对 那就是他的日文就是 我们前两天有提到 就是他这个 其实在日文里面 没有这个姓氏 他是要暗示他说 其实这个人 他什么都很会 太会了 对 就是太会太强了 就是 对 就是很棒嘛 那 就是这个 很会的程度 太过 太高了的意思 也就是暗示他 他是一个品学金 又的好学生啊 然后就是 又长得蛮不错的 这样子 所以他后面有一个英才 他的名字有一个英才 他是什么做的 牡羊座 怎样 就是牡羊座 往脸上贴金 对 就是一个 很很棒的星座 可是其实我觉得小山 他就是 其实在剧里面 表现的蛮温柔的啦 就是 他是博学多文啊 然后就是 也不会有任何 就是 他其实 我觉得他性格 没有很突出 对 我觉得他的缺点就是 没有什么特色 对 就是一个好学生咯 这样子的 好学生咯 好像没有很 很在意他这样 我觉得大雄有一个常才 我觉得真的很特别 他怎么可以这样子 怎样子 他可以每次都考零分耶 对啊 我觉得这个 不太可能吧 你说他机率来说是不是 对 你随便乱猜也 也有一个 我觉得他应该 就是老师早期 应该都没有考选词的题吧 好 那我们终于要来到这个电影的本身了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 Stand by me 哆啦e mong 这部电影呢 是纪念哆啦e mong的作者 腾子不乐熊诞成 八十周年的第一部 的三D的电影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 它就变得一个软Q的感觉 就是 它算是一个 以特殊的一个画风形式 然后给它一个新的诠释嘛 对 这部电影是在 2014年的时候八月在日本上映的 然后同年十二月在台湾上映 那里面结合了很多 原著漫画里面的经典的剧情片段 对 它的编剧是山崎贵 这个导演 我后来有看过他另外一部电影 就是 鲁邦三世 我觉得这部片也很好看 它之后有机会我们来分享 我觉得他 对于3D的那个掌握度 就是有一直在进步 真的哦 第二部 那个Stand by me 是不是他 也是他吗 应该是 对对对 我相信他一定会超越这一部的 那个画面的质感 OK 好 那这个山崎贵 它也是永远三丁目的夕阳系列 还有永远的灵的编剧 所以真的是很厉害 它很擅长就是 做一些 很刻画深刻的那种感人的剧情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它的风格有一点煽情 对 我必须要说 就是像 因为我有看过三丁目嘛 就是 就是那种温馨的那种剧情走向 对 就是它会让你相信人性本善的那种 就是算是那种 它很会刻画的是那个时代 古早的时代的小人物的一些心情 对 没有错 好 那就是回到我们的Stand by Me 这部电影呢 就是它一开始的时候是 呃展现出大雄有多么的 需要受人家照顾 比方说考零分啊 或是被胖虎欺负啊 然后常被老师罚战啊 这样子 然后呢 就会旁边有一个 呃在观察这个大雄生活的两个人 就是哆啦Amon跟世修 哦 世修你知道是谁吗 他的选孙 对 大雄的选孙 就是他的孙子的孙子嘛 对 对 然后呢 就是在观察大雄的生活之后 发现说 诶他怎么这么的需要人家照顾啊 然后哆啦Amon 他是一个保姆型的机器人嘛 就想说 那就把他送到就是 呃大雄这个时代 然后希望他可以照顾他 让他幸福 嗯 为什么呢 是因为就是大雄他长大之后 他就是遭遇了很多不幸 对 然后包含说 他跟那个继案的妹妹结婚啊 生了一窝孩子啊 然后自己就是呃 离职 然后诶 啊他找工作不顺利 然后呢 自己开了公司 可是呢 一把火全部烧完了这样子 嗯 就是一个人生 很像他会有的鸣鱼啊 就是 好不超死不死 会掉水沟啊 会狗追啊 对 然后总之就是他呃 导致世修 他当你 就是新年的时候 拿到零用钱只有50日元 呵呵呵 欸可是我觉得很不合 很不合理耶 他呃 世修他 他是回到过去 要去改变嘛 嘿 可是如果没有 就是如果他 他是选择的静香 而不是那个 胖吾的妹妹的话 他就不会出生了 对啊 我也是觉得很奇怪哦 对啊 所以就是这个 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个 那个什么时光机的 相关的剧情设定 会让我觉得说 是这样吗 是怎样吗 这样子 比方说像那个 非洲力賢 那个大长篇啊 就是他们是回到过去 去拯救原本的自己嘛 就是陷入危机的自己 然后我就觉得说 有一点 让我觉得说 诶真的假的 可以这样做到 其实他有一些 很顾到 就是这个逻辑性 我觉得还OK 就是 巧琳当然 有很多玩这样子的东西 对 但是像我觉得这个 出生 这个出生的这一个啊 就是他只要一 选择对象不对 你的基因就不可能一样 对 我也是觉得很奇怪 可是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世修他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是已经是必然的事情 就是他回去 过去 去救 然后其实他的未来 但是这样子不太合理啊 你说他是收到了 胖五妹妹的后代 就是给他的零用钱 就是 五十 五十元吗 对啊 我觉得这不太合理 对到底怎么回事 对 不知道 多拉王听到 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请告诉我们 的确还是有一些要 就是 要更深思熟 对我狗太清楚 对 好那总之呢 就是世修说 因为 那个你 就是长大之后 就是 世修就跟大雄说 都是因为你的关系 所以害我就是 不幸福 所以麻烦你 一定要好好的 就是 振作起来 所以我就派一个小叮当 哆啦A梦在你身边 照顾你 让你变得幸福 这样子我以后就可能 会有比较多零用钱 对 这样子 可是你知道 哆啦A梦它也是 就是一个 比较劣质品的 那个机器 哦对 你又要讲 讲他的生平是不是 没有没有 我只带来讲一下 就是其实那时候 会选择小叮当 是世修不小心按到的 不小心按到 就是他从 他是不小心 按电视购物的 那个购买按钮 对对对 他就是 那个 机器人考试 然后他考核的时候 就是 任何人都可以按 那个我要这个机器人 这样子 然后就是 但是小叮当的选择 因为他小叮当 在那个考试的时候 一直出丑嘛 就是 拿错道具啊之类的 然后就是 就是应该 照理来说 不会有人想用它 但是世修是不小心按到 他是应有了时期 按下去的时候 就买了这样子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 那他还胆敢 把他送给大雄 可是 小叮当后来 他有 就是稍微 可靠一点啦 但是我觉得 那个什么 大雄 真的是还蛮需要 人家照顾 我觉得小叮当的 这个个性 也让我觉得 很迷人 就是他总是 对对对Qué 有 Bapt 有做过一系列 小叮当的梗图啊 然后就是 关于小叮当 就是那个时候 不是有在流行什么 就是各种古人 在那边撩媚的 那个 那个清洁嘛 然后我帮小叮当设计了一个对白 就是每次都说不要再管你了 可是我却总是管不了我自己 哈哈哈哈 就是他总是就是还没有办法 还是要帮他一把这样子 哇好不爱哦 对我是一个很会下标的人嘛 好然后总之就是小叮当就 留在这个大雄这个时代嘛 然后而且在这电影里面有个设定 就是说如果小叮当没有让大雄幸福的话 他就无法回到未来 哦对如果他想讲出一些 我想要回去什么什么之类的话 他就会遭受惦记 那个是世修设定的一个程式 对对对这个是在电影版才有的设定 原本的这个漫画里面是没有的 总之就是小叮当就开始要照顾嘛 他就拿出了很多道具来帮助大雄 我们来介绍几个比较经典的道具 对第一个就是他 呃在这个电影里面第一个出现 就是竹蜻蜓 叫做竹蜻蜓 哦 竹蜻蜓就是竹子 Kopta就是来自那个直升机 就是把这个竹子跟直升机 这两个单字结合在一起 就是竹蜻蜓 诶你来讲一下 我们在那个就是颠覆故事Steam 这个这个节目 我们有做一集 就要探讨说 如果真的有竹蜻蜓的话 会怎么样 对会怎么样 刚好那一集的剧本也是我写的 对 头皮会被掀走 就是如果说你要上学要迟到 然后赶快带上竹蜻蜓 你准备要去学校的话呢 你的头皮会显到 对 是因为 是因为它要把 要让自己飞起来 需要很大的转力 对对对 然后还有提到说 就是直升机如何飞起来 它有一些力学上面的一些 呃原理这样子 然后这个 这一个呃研究啊 其实是一个日本人写的一本书 嗯 就是说如果小叮当的这一个呃 道具是可以成立的话 它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其实它是不可能的 很像是日本人会做的事 对 什么事情都很认真 在专业 那个说很有趣 对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任意门 大家都想要 就是 どこでもドア 嗯 どこでも就是哪里都的意思 嗯 ドア就是门 对 就是哪里都可以去的一个门 欸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真的有任意门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会是 交通大乱啊 不是 我觉得应该就是 每次忽然走一走 就会被一个门撞开 因为它就会忽然出现 然后这样子啊 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 而且 以就是科学上面 我觉得还是 无法想象哪一个时代 真的可以发明到这种东西 我刚刚看的那个 呃 就是我在看电影的时候 我在想说 如果我是一个现代人 看到有一个人突然 用主星庭在就是 空中飞 空中飞的话 这个 大新闻 应该全部人都来 对啊 一周刊快点来拍 而且你看 想象的世界 我觉得很不能成立 就是说 如果它会 它可以回到过去 那很多人都会回到过去 那我们这时代找到大乱 对啊 没有错 找到提前改变了 这个事 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 而且有一些 除非是世修它犯法 它就是 因为可能回到过去 是犯法的事情 就会有时光警察 对 可是有很多大长篇 都是在讲 就是有那种时光强盗 对对对 就是他们就是在 譬如说什么那个 呃 那个 日本诞生那一集 对对对 它就是回到过去 对对对 那个好精彩 好喜欢哦 对啊 但是我觉得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 那一定会有 层出不穷的 麻烦 这个世界 对 所以其实我在看的时候 我一直都觉得说 其实小叮当的 各种道具啊 都是拿来犯罪的 很重要的东西 对 像什么时间暂停机 对 这个真的是 我就想到一个 很A的画面 好 然后我要讲一个 就是比方说 记忆面包 就是可以拿来作弊的嘛 对啊 对 记忆面包叫做 安吉胖 安吉就是 记起来 背诵的意思 按记 对那胖就是 那个吐司的意思 安吉胖 面包 就是记忆面包 记忆吐司这样子 啊 真的还蛮想要的 有一个网红 一定会可以考一百分 什么谁 千千 为什么 因为他是那个啊 大会王 他可以一直吃吃 各种大会王都可以 他可以把整个 那个六法全说吃完 对啊 直接考上律师了 超棒的 好 那总之呢 就是大雄 他透过这些道具 就是还过得蛮顺遂的 这样子 可是呢 因为刚才有提过嘛 他有一个强敌 就是 小山这个人嘛 嗯 他就想说 蛤 怎么办呢 我就是 那个小山 他的功课这么好 也长得那么帅啊 我没办法 就是 可以 打败他 可以打败他 怎么办呢 这样子 然后就 就要求那个小叮当说 赶快拿出一个 厉害的道具 因为他想要追求 那个镜像 但是他是他的劲敌 对对对 然后因为小叮当说 好啊 那我就帮你追求 这样子 然后小叮当就 然后小叮当就拿出了 一个厉害的道具 叫做 叫做先入为主蛋 哦 就是他就是那个 小鸡他一出生 只要看到第一个物体 他就觉得那是妈妈 对对对 没有错 那叫做明印效应 对 那这个明印效应 他把它用在这个 道具的设定里面嘛 就是说 让这个女生 反正就是让一个人进去 然后呢 再出来之后 就 看到第一眼东西 对 看到第一个人 对 就是会爱上他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这个电影里面 还出现了一个桥段 就是说就是不小心 先把胖虎装进去 那一打开发现 那个阿福 就是那个小夫 然后就疯狂爱上小夫 这样子 对对对 对 然后总之呢 就是小叮当 就是用这个道具 来帮助大雄说 让静香先进去 15分钟出来之后 他就会疯狂爱上大雄嘛 结果因为一个阴错阳差 就是反而出来 看到第一个是小山 然后小山就是很困扰 这样子啊 小山就说 诶 赶快把这个恢复原状 然后静香就很难过 说为什么 喜欢 我很喜欢 你会觉得很困扰吗 然后小山就说 不是这样的 我也很喜欢你啊 只是呢 我觉得用道具 让你爱上我是一个 不道德的行为 他好 他真的是有点太 怎么说 太男子汉嘛 对 他是一个完美形象男子嘛 然后大雄旁边听到 这句话变成化石 就是 就说 用道具 让你爱上我 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 他每天都在用道具 对对对 然后他就觉得 很难过嘛 而且静香反而因为这样子 就是 出目上的这一番话 更喜欢他了这样 然后大雄就觉得 很气馁 想说怎么办 我这样 我这一生不可能 让静香喜欢我了这样子 然后那个小金刚就说 你现在应该知道 光靠道具 去追求什么 是没有用的了吧 你自己应该也要 做点什么才对啊 然后大雄你知道 他那个烂个性 就是说 反正我做什么都没有用 我这种人这样子 然后小金刚就说 你每次都这样说 那你不管到什么时候 你只会原地踏步的 这样子 然后大雄就因此被激励了 他总是短暂的 会有一点 有自信 然后开始努力一些事情嘛 他隔天开始用功读书 开始算数学 然后就是认真的读了之后 他终于到了考试那一天 他还是考零分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考 不是考数学 是考 是考汉字的啦 这样 读错范围 还是零分 这样子 可是 真的很大雄 我真的 我真的不该说什么 对 然后总之就是 大雄又觉得 哎 我考零分 我这辈子不可能得到幸福 我不可能让静香得到幸福 他就跟小叮当说 我要放弃跟静香结婚 然后小叮当就很惊讶 说怎么了 你讨厌静香了吗 他就说 没有啊 我真的还是非常非常喜欢静香 我大爱 这样子 那你为什么要放弃呢 然后 就是大雄就讲说 我想了很多 如果静香跟我这种男生结婚的话 他会辛苦一辈子的 对 对 看到这里真的觉得 你有自知之明 静香应该松一口气 还有静香的爸爸妈妈 没错 这是什么奇怪的女婿 他说 我以前都只有想到自己 可是我是真心喜欢静香的 如果我不在静香身边的话 这才是最好的 如果这个是一个考题的话 他可以得到一分 难得有分数 对 他终于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对 好 然后呢 他就讲了这一段日文 他说 静香就是静香 跟他離开 跟他分开的话 这件事情是 是非常痛苦的 就是更加的辛苦 更加的痛苦的意思 他说的没有错啦 对 你会觉得有点带入你自己 就是因为 你会觉得我像大雄 对 那时候就是看到那个静香说 为什么决定跟大雄结婚 就是 我要跟大雄结婚 因为他没有我不行 然后我就觉得 嗯 没错 跟你很像 对 冠豪没有我不行 所以我要跟冠豪结婚 所以静香应该是 母羊做才对 哎 真的是哎 对 然后 所以呢 大雄就想说 那我一定要 让静香讨厌自己 他就跟那个 哆来梦要一个道具 那个道具叫做 讨人厌药水 好 那个道具的名字叫做 母羊是蟲吗 对对对 那蟲刚应该是 scan那个字 就是什么 那个什么 扫描 扫描那个字 对 然后他在原著漫画里面 是定状的 是药片形式的 然后 然后在电影版里面 它是一个药水的形式嘛 然后那个 哆来梦还来不及 告诉他说 你只要喝一口 就可以让人很讨厌了 他整罐喝下去 他常常这样 对 都不先听使用说明 对啊 真的是 那总之就是 那个什么谁 小叮当就 开始很讨厌大雄 是他散发出一种 就是那个 黑色的那种 可怕的东西 对 然后让小叮当开始 就多闷而出 他一百年没洗澡的味道 然后妈妈在楼下 也开始讨厌大雄 就跑出去这样子 然后可是呢 静香是个善良的女子 他就想说 为什么大雄 他说 他前面有讲说就是 大雄就是有跟他说 你不要再跟我见面 什么什么之类的 还有 大雄他怎么样 让那个静香讨厌他 就是掀他的裙子 对 之类的 然后就被他打这样子 对 然后大雄就是 喝了这个药水之后 就变得更讨厌了嘛 可是静香他竟然 还敢就是突破那个臭味 那个讨厌的那个荷尔蒙 然后跑到大雄身边 这样子 对 因为他很怕他想不开 对 因为他就是 那个小三有告诉他 小三 小三 有告诉静香说 大雄好像怪怪的 对 我觉得他们都 好善良哦 没有 因为小三他其实没有 他根本就不把大雄 放在眼里 完全不是对手 真的真的 那因为这件事情 就是那个什么 静香他就是突破重围之后 就跟大雄 就是和好了这样子 就是他帮助大雄 把那个药水吐出来 这样子 对 然后两个人就是 然后那个静香啊 他就 一边哭 然后一边就是在 大雄的那个怀里面 这样子 就是在那边 大雄巴嘎了 你是讨人厌的 笨蛋什么的 我觉得哪有 真的有女生会这样吗 这很太理想化 可是这个事件呢 就改变了大雄的未来 嘿 就是原本那个 大雄长大之后 跟季安的妹妹 结了婚 然后生了一窝孩子 那个照片啊 突然变成另外一张 有静香的照片 静香打小孩屁股的照片 对 就是打那个 大雄的儿子的照片 对 诶你觉得 会有这种可能吗 就是当一个女生 她知道了 就是 我喜欢的人 她因为 种种原因 而就是故意让 自己被讨厌 就是 这样子的时候 我也不晓得耶 我会更喜欢 你会更喜欢 真的是一种心理 心理的作用吗 我不知道 我觉得静香的心态 也是 起心可疑 哈哈哈哈 好 然后大雄想说 好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想要知道更多 这样子 他们就是 呃 大雄跟小叮当 就开始用时光电视 开始在想说 诶 以后我们会变成 怎么样子呢 这样 然后后来就发现了 就是后来就从 电视面看到 那个大雄啊 跟静香 在有一段对话 静香就说 诶我要去登山 爬山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然后大雄就是 那个死样子说 啊要爬山哦 嗯 可是我不太想要 走那种有坡度的山耶 如果是平路的话 我就要去爬 哈哈哈哈 那要走山啊 然后静香就说 梳墨山 然后静香就说 就是 哼 那我自己去爬 我不要跟你一起去了 这样 结果他就是 跟自己的朋友一起去嘛 结果 跟朋友走散了 遇到了暴风雪 对 然后大雄 就是小朋友的大雄 看到了这个 时光电视里面 这个画面就非常紧张 说我要赶快去救静香 嗯 然后呢 他就是用那个 时光包巾 对 叫做 Time Furoshiki 嗯 这个东西 把自己变成 大人的样子 哦 他就说 我要做时光机 就是Time Machine 去到那个未来 然后去拯救静香 嗯 可是他都没有什么准备 真的很鱼勇 哈哈哈哈 他没有任何装备 他就偷穿 他爸爸的那个什么 长外套啊 然后就什么都没有准备 然后 就是终于就是到了那个 呃 那个暴风雪的现场啊 他还跟那个小叮当说 就是你不要过来 我要一个人去救他 我要让静香知道 我是一个人去救的 他真的很烦 是狮子座的 哈哈哈哈 我觉得大雄 他有一个长才 我觉得他 他算是预含能力蛮强的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就是 他的漫画中很多 就是明明就很冷的地方 他还可以穿短裤 然后 其实他穿个大外套 他那时候还没有穿过长裤耶 对 你看他穿那个大外套到山上 他也就是 虽然说也很冷 但是他也是撑了很久 他觉得冷的 对 不觉得他还蛮厉害的吗 真的很厉害 如果是一般人的话 早就冻死了 早就直接变成冰棒了好不好 对啊 好 那在到未来去这一段之前呢 其实小丁当有跟他 语众心上讲了一段话 他说 タイムマシンを使うと 如果你使用了时光机之后啊 また未来が変わるってことだよ 好 未来还有可能再做 一些不同的变化哦 原本你已经可能 跟静香结婚了 如果你再次做这个事情的话 搞不好你未来 还会有一些改变 就像是蝴蝶效应那样子哦 然后呢 也就是说 你一直使用这个方式 去未来去过去 改变什么事情的话 其实未必是 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的 可是呢 大雄还是执迷不务 他说我一定要去救 那一个时候的静香 这样子 然后他就 终于找到静香啦 然后静香就说 你怎么来了 我就是想要来救你啊 想说我还是想来 跟你一起爬山啊 然后就是拿出这个地图 那他已经忘记了 那也是未来的 有GPS 他就拿出个地图 就是你看 在这种时候 一定要看地图这样子 然后那个静香 就扑翅笑出来说 你干嘛拿出世界地图 这是大雄的作风 好 然后呢 就是静香跟这个大雄 他们就到了一个洞穴里面 去避难这样子 然后大雄也是在那边 就是想说 我们一定要生活啊 可是他的火柴早就已经淋湿了啊 然后静香就说 你要不要用打火机之类的 总之就是他 大雄就是用一股渔泳 跑去救他 可是把两个人都陷于 就是危险当中这样子 对 对 可是呢 后来就是大雄用了一个方法 然后让长大之后的大雄 就是用 更大的 对 更久以后的 对 就是当 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的大雄 就是 回来救他们两个 就是小朋友的大雄 跟长大之后的静香这样子 让他们可以脱困嘛 对 然后大雄呢 就 长大之后的青年大雄 就对 小朋友的大雄 说了一句话 嗯 他说 他就是用了一些方法 然后让这个 长大之后的大雄 回来救他们 然后让这个 静香原本是昏倒了 可是呢 还是能够 安全的被送到医院去 我觉得他这里有个暗喻 就是说 其实 只有你自己 才可以救你自己 对 没有错 你看我们的人生 其实我们一直都想要 就是有 就是交给别人来救我们嘛 那其实只有你自己 可以救你自己 然后你现在救你自己 就是为你未来的自己的拯救 对 过去的自己 我觉得他蛮有寓意的 真的真的 那就是 呃 在这一场戏 就是有提到说 静香决定要 嫁给大雄 这样子 可是呢 就是大雄 跟哆来梦 他就想说 那我们去看一下 那个婚礼的状况好了 就不小心弄错时间 跑到他的那个 前一天 对 前一天 然后呢 就竟然听到 静香跟他爸爸讲说 我不要结婚了 嗯 他终于想通了 是不是 有点太晚了哦 在这个婚礼的前一天 他说我很不安 这段感情 真的可以 顺利的继续下去吗 嗯 他的顾虑是对的 可是他的爸爸 我真的觉得 静香的爸爸 实在是 太温柔的一个男人了 对 他就说 当然可以啊 你要相信大雄 我认为你选择大雄 是一个正确的判断 他爸爸得罪 静香得罪 他爸爸什么事吗 这样害自己女儿 好吗 然后静香还想说 真的假的 这样子 他爸爸讲了 以下这一段 我真的觉得 天啊 这段话实在是 太动人了 这样 他说 哎呀大雄那孩子啊 虽然没有什么 过人的常才 可是呢 他可以为别人的 幸福的祈祷 也可以为别人的 不幸感到悲伤 这对人类来说 可是非常非常 重要的特质哦 所以他就说 如果是他的话呢 绝对是可以 让你幸福的 我是如此深信着 而且呢 我也对选择了 他的你而感到骄傲 所以 大丈夫 别担心 君の未来は 絶対に明るい 你的未来绝对是 一片光明 一定是明るい的 在相反 你讲了一个 小时候才会讲的话耶 在相反 那里面光明 会掉到水沟耶 会被野狗追耶 会考零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之那个爸爸 实在是太温柔了 我觉得其实 后来长大之后 会一直在想着 就是 哆啦梦的故事啊 其实还是会觉得 真的吗 因为我有时候觉得 这样子 那个 都爱梦来救他 来就是 过去救他 真的对一个小孩 是好的吗 这样会养成小孩 一直依赖 对 然后就是 什么事情都依赖啊 他真的会比较好吗 我有时候会在 午夜梦回的时候 会开始想 想着说 都爱梦的故事 好像有点教坏 大家要 就是 依赖道具啊 对啊 虽然是给人家 一个梦想 没错啦 就是的确 给我们小时候 很多梦想 我们就考试的时候 常常说 如果有记忆面包 就好了 或者是 如果有任意门 就好了 可是有时候 就会想说 其实 如果是 小丁江这个故事 他可以再更多 一点点 就是 我觉得 会不会 我现在已经变得 是一个很无聊的大人了 我们就会 开始想说 如果更有点教育意义 会更好 这样子 我觉得那是 我们父母的责任啊 就是你不要相信那些 靠自己才是正确的 他的确 他的确每一集 最后面 也不一定是靠道具 就有好的结果 对对对 也可能是不好的 总是那种 有点就是 在那种 很混乱的状况 之下结束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他 与其说 他是有教育意义 不如说 他会有一种 就是比较是 另类的科技 预言 就是我觉得 他常常会 在提醒 人类 就我觉得 如果用很严肃的议题 来探讨 来解剖小丁当的话 来剖析小丁当的话 我觉得他比较是 常常会给人类一些 种骨吧 就是说 不要耍小聪明 对 因为有时候人会被 机器误 对 之类的这样的事情 没有错 对 那大雄跟小丁当呢 看了 静香跟爸爸的 这个对话之后 他们就放心的 回到原本的时代 想说 这下子可以结婚了 应该没有问题了 然后呢 大雄就非常的开心 就说 耶 这下子我真的 可以跟静香结婚了 我现在真的觉得 好幸福哦 这样子 然后这个时候呢 那个 小丁当的这个鼻子 就发出一个声音说 哦 就是大雄是幸福的 已经接受到这个信号了 所以呢 48小时之后 小丁当就要回到未来了 啊 其实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 你刚刚不是说 不要靠道具吗 你干嘛 对 可是我 对 我觉得我们就是还是 虽然说我们 我们的理性上面 觉得不行 但是其实 在感性上面 我们还是非常 不想要拆散这一对 好朋友 因为他们真的是一个 就是 我觉得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自己也很难过 心情会 会 就是很鼻酸 其实我 我是在看他们 就是这一对 从小陪我们长大的 一对朋友 对 要被拆散 没错 我就是在看的时候 我总是会 有点感慨的是 怎么世界上 会有这么纯粹的友谊啊 其实哪有纯粹 其实 就是大雄 他只是在 就是利用小丁当 可是小丁当真的是 很好啊 很善良啊 总是 没办法放他不管 这样子 嗯 我觉得好感动哦 他们各局所需 对对对 好 那接下来我要讲这一段 我真的觉得 这是本片最大高潮 嗯 就是因为大雄说他很幸福嘛 那哆啦梦就说 啊好啦 那这样这下子 我终于可以回到未来了 之前我真的很想回去 我现在真的可以回去了 这样子 他就开始讲这一段话 他是自言自语 对 他就自言自语讲说 真实的大雄 你啊 小跟金 又迟钝 讨厌读书 没自信 而且又懒惰 真的很没有用 运动也完全不行 你是一个胆小鬼 又粗心 又不可靠 还很怕麻烦 而且又没志气 又会望东望西 是一个烂好人 而且你会得意忘心 是一个撒娇鬼 这个时候他流下眼泪 就是 哎呀怎么了 怎么办呢 好困扰哦 我要回去了 我觉得他真的很三情 这个段落 其实我现在看 我第一次看我会哭 可是后来第二次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 日本人最喜欢玩这一招 就是口是心肥 他的那个配乐真的很满 对 就是日本人 日本人的剧情 他很喜欢这样 就是那种 就是把 明明就是 就是言不由衷的那种剧情 对 然后觉得 就是我会有一点理智 控制我的眼泪 就说 哼 想骗我的眼泪 可是还是会 还是会鼻酸 还是会 就是没办法 这一招还是很惯悠 对 我还是有哭 好 那就是总之48小时之后啊 哆啦A梦就要回到未来了嘛 虽然大雄真的是 不能接受 也不想这样 可是呢 他还是回去了 可是他想说 为了让哆啦A梦放心 他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跟济安决斗 跟胖虎来一个男人的斗争 应该是 他不是刻意跳起 是胖虎找他单挑 因为要欺负他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呢 他就是 大雄想要讲哆啦 要讲的时候 就不行不行 我觉得不能再跟他互走 对 一定要靠自己这样子 他们就打了一架这样 然后呢 胖虎就 虽然说 并没有真的被大雄打败 可是他实在太残忍了 这样子 然后总之就是 好了好了好了 让你赢啦 这样子 然后呢 哆啦A梦就去找大雄嘛 他就说 你怎么被打得浑身是伤 这样子 然后大雄就讲这一段话 他就说 你看到了吧 哆啦A梦 我赢了哟 我赢了寄安胖虎哟 我一个人 你已经可以放心的回去了吧 我真的哭爆耶 但是 但是我立刻 立刻就有一个 就是很理智的声音告诉我说 等下 要不是等下放水 你早就死了 嘿 对 说的也是 总之 这一段呢 到这边 我觉得非常的棒 那后续结尾怎么样 请同学们自己去看 对 我觉得这部电影 对我来说是一个 算是综合了我 曾经看过的 原著漫画的一些 很重要的桥段 然后变成一个电影这样子 除了是 你是第一次看 小金刚这个作品 你就可以看这一部 因为他就是把所有的人物啊 还有一些 比较重要的一些 道具 就是 对 还有他们的行为模式 大部分就是都有刻画出来 对 没有错 我觉得非常的精彩 那 算是 算是他的精选吧 对 没有错 那这个 Stand by me 这一个电影的续集 就在今天 2021年的2月10号 正式上映了 在台湾 对 大家可以去看 他演什么样的剧情 他就在讲说 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 大雄啊 他其实一直都 念念不忘 他自己的奶奶 嗯 他就是 很想念奶奶 然后就是 一直想到一句话 就是说 奶奶很想要 见到大雄的老婆 这样子 然后就是一个 大雄为了让 奶奶看到自己的老婆 长什么样子 又乱来 对 一个冒险故事 你想乱来 很好笑 对 那我自己还没有看过 我就非常期待 因为今天上映嘛 那我希望大家 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之后 等到这个电影 它已经下档之后 我再来做 如果我很喜欢 这部电影的话 我再来做这个节目 跟大家分享一下 里面的一些 有趣的桥段 跟它的台词 嗯 好 好 OK 好那 那我们就聊到这边 然后礼拜五呢 是音乐人间观察室 你要做什么 因为当天是 那个春节嘛 嗯 年初一 所以呢 我一后来 就是我原本是要说 我要做的是那个 只要做那个水瓶座的 负面个性嘛 他说大年初一 就是分享这么多 就是负面的那个感觉 好像不太好 所以我就是 只有谈一段 就是负面的性格 然后就是分享一下 剩下的时间 我要来谈一首 就是我要用 牛年的感觉 来改编 就是新年的歌曲 牛年 对 就是我们原本是 十二星座的人间观察嘛 对 我们变成十二生肖的 牛年的 音乐观察 OK 非常期待 那记得要说人话 不要讲太难的东西哦 不会不会 OK 好 那我们就礼拜五见啦 OK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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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